芒果布甸大家就吃得多了 港式的太陽蛋造型還會流心的 你吃過沒有? 這個太陽蛋造型的芒果布甸會分三部份 首先我會做蛋黃這部份 用了鋁頌芒來做 我今天買了一個比較大的芒果 所以一個就夠了 如果沒有那麼大就要兩個 我只需要肉所以我會去皮和核 用湯匙把肉起出來 然後先打碎 其實用什麼芒果都沒什麼所謂 只要夠甜和夠熟就可以了 連砂糖都不需要加的 好像糊狀一樣 今天用的直膠模最重要是圓形 因為大碗是圓形的 所以要選一個圓形的直膠模就比較適合 倒進去模之前 把氣泡倒出來 填滿一點 輕輕地倒一下 把它倒平 還有填中間的空隙位 做好之後放入冰箱冷藏 其實可以預早一兩天做都沒問題 好 接下來就是包著蛋黃部分的薄膜 今天最主要的材料就是這款台灣做的海藻果凍粉 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和砂糖一起拌一拌 另外這邊我就會煮水 水滾了之後 就要慢慢下 記得一邊落一邊攪 攪拌溶的糖之後 再回到鍋裡 要等裡面的海藻果凍膠煮溶 好 倒出來之後 降到60度就可以用了 它特別的地方 它室溫都會瀝 面頭這層薄膜要先挑起它 這個芒果的冰餡已經夠硬了 這個是早一晚做定的 一個一個做 只要這個冰餡夠硬的話 放下去也不需要擔心會溶 整粒放下去 一定要完全覆蓋著薄膜 好 小心點用匙羹拌上來 如果擔心薄膜不夠的話 可以再淋多一層 讓它更厚 務求整粒蛋黃包著薄膜 蛋黃的部分就完成了 可以先把它放進冰箱等一會 好 最後就做蛋白部分 鮮奶和椰漿一起煮一煮 讓椰漿的油脂可以湧出來 椰漿溶了之後 就可以將海藻果凍加進去 剩下的全部一次過可以倒進去煮 這個奶糊就煮好了 不需要煮的 最主要是煮融裡面的果凍就可以了 關火之後就將忌廉加進去 攪勻它 好 倒出來等它降溫到80度左右 就可以分裝在剛才做的布甸上 安全起見我也是喜歡用小杯分下去 好 由旁邊下 小心點不要撞到蛋黃的部分 如果有泡的話就撇掉它 大概蛋白的部分 倒到蛋黃的三分二的高度 即是說有三分一是浮面的 這樣就完成了 放回落雪櫃大概雪櫃幾個小時 硬淨就吃得了 這個果凍的口感是介乎 啫喱糖和大菜糕的口感 比較煙煙韌韌 也挺好吃的 今天的港式太陽蛋就完成了 如果想漂亮一點 可以像我這樣 即是一件多士在旁邊 编曲小姐 頭大概是深入你的 鑽鑽 我沒有看見 我做写真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